在上午去探訪的新界社團聯會 以及剛剛做了的網上的研討會 是關於地區的活動 以及地區的一些支援政府施政的方方面面 我是覺得是其中一個相當有用的一場交流會 因為在我們去應對疫情的時候 當我們要動員人士去抗擊疫情 例如派物資包 例如去做一些關愛或者支援社區的行動的時候 社區的組織、義工等等 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去配合政府 正正反映出團結的力量 所可以發揮的重要性 令到我在思考著 我們怎樣可以建立一個較為 有系統性地區的動員方案 這個我在思考著 剛才跟不同的選委交流的時候 他們也給了這方面的啟發 關於公務員的一些意見 我跟這麼多公務員共事 特別在不同的行動裡面 其實公務員都是優秀和投入工作的 但是有時候是不是一些程序 或者系統性的事情 導致他們本來可以發揮的總體力量 因為不同的因素而打了折扣 這些可能就未必是個人的問題 而是系統或者整個做事模式的問題 在這方面當然我是如果順利當選 我是會認真考慮 但是我的施政理念裡面 其實都提出了針對性的處理方法 因為我們公務員也都曾經在 應該是一年前左右 有一個國際的獨立報告 是講我們政府效率排第一的 所以在客觀因素來看 如果我們的系統 我們整個程序 以及我們的文化做得好 他們絕對是比美全世界的公務員 但是什麼導致打了折扣呢 這個就是我提出的團隊精神 和我和我們這個理念去解決問題 將我們一加一大於二 這個力量全面發揮 亦都是我的施政理念 強調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我有信心這個團隊精神 我是會建立得令到大家都滿意的 我的政綱 我知道大家都很有興趣 什麼時候做好的 這個正正就是我打算會花較多的時間 在未來的日子呢 是盡快將個政綱寫好 然後向大家公佈 之後呢 向大家解釋的 快來訂閱通視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讚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集團 我們下集團 你們好看 我們下集團